繼續一如既往,多謝Patreon的兄弟支持,令到我在Youtube可以繼續免費出片 車路士作客輸給狼隊,應不應該批評? 我一直看場球,一直都在找批評車路士的地方 首先我立刻找到一個,就是簡迪的位置,他繼續打派牌防守中場 上場經已見到簡迪的派牌時好時壞 今天就是他的派牌失誤,而間接令車路士被追成平手 當時車路士有機會打反擊上去,但簡迪的隊友佩蓮錫 他經已見到車路士這次的反擊機會就不清楚 所以他故意拖慢他,其實這樣做合理 放棄打反擊,控制定球是對的 其實他回後給這個就是簡迪,希望簡迪控制節奏 在這個時候簡迪要做的,只要簡簡單單把球放到安全的地方 保持控球權 那就絕對不會有事 但是應該拖慢的時候,簡迪突然加速向前送一個高風險的傳送 結果斷了籃 就是被狼隊打回頭,繼而獲得個角球 但普斯在角球情節當中用個人能力搞定了 在這件事上,當然可以批評簡迪 或者用簡迪放在防守中場位的林柏特 但是我再想深一層 在整個大局觀上這樣看 我又反而得出第二個結論 就是今天林柏特用簡迪又不無道理 因為林柏特可能都會猜到狼隊會打回五個後衛 車路士需要加大進攻火力,破密集能力才行 4231是一個可行的方案來的 但是又考慮到夏威迪斯現階段的狀態 包攬不完整個禁區頂 所以林柏特就打算 用到五個進攻點,用多一個進攻中場蒙特 站在偏左禁區頂 令夏威迪斯只需要負責在偏右禁區頂 從而減輕夏威迪斯的壓力 也因為用到五個進攻點 所以都會擔心如果用這個 佐珍奴做單一防守中場的話 就不夠這個防守能力 對其他球隊或者可以 但是今天是對狼隊 雖然知道狼隊的反擊就很厲害 用這個佐珍奴就不穩陣 在簡迪、佐珍奴和基莫亞之間 你很難說林柏特選擇敵是錯的 而簡迪也真的能幫助防守 做到攔截、維持到攻守平衡 而且正宣陣容的站位 林柏特其實都沒有犯下大錯 一開始林柏特用了我上一場的建議 天武雲娜還沒試試打右邊 佩蓮石就是打左邊進攻點 上半場拉邊的情況其實是理想的 所以起碼拉開了對方五人的後防線 而令到車路士的左邊有空檔去進攻 上半場也都見過有幾次 佩蓮石拉左邊送直線到Half Space 協助蒙特施展他的長處 速度插入去underlab 就是能夠進入禁區底線 車路士今天其實真的有做到破密集的組織 但可惜最後地坡全中 暫時未能有這個成效 為甚麼都能夠破到密集 但最終地坡全中暫時未有成效呢 答案就是破密集的次數 不是很夠多 為甚麼不夠多呢 答案就是進攻的 情況都是不夠多元化 進攻不夠多元化 原因是蒙特雖然負責插入禁區這方面做得不錯 但是進攻中場的另一方面 蒙特就一般 就是說他在禁區頂 就是現身拿球 再送直線入去這一部分 蒙特在禁區頂就很少現身幫到綠葉 他永遠就只是想著插入去 他沒有別的飯 所以上半場的組織 他插了幾次到Half Space之後 別人都看通了 這裡車路士需要有進攻的多元化 有變化 才令對方難以招架 而蒙特是時候需要禁區頂停波送直線 但是他很少現身 所以他做不到這件事 結果就不夠變化 是左邊只有一招 就是underland 加上明買明買最多只有兩招 是沒有主角送直線給佩蓮石綠葉插入這一招 浪費了佩蓮石的速度 而天武雲在右邊做綠葉 插入意識就不夠 右邊就沒有什麼插入 都浪費了夏維迪斯在禁區頂的傳送能力 所以在這個組合女頭 浪費了兩個球員的功能 用不進車路士的球員的功能 賽事打到30分鐘的時候 我就在想 一定要作出調整 才能夠用盡到車路士球員的功能 例如我們想到一個方法 就是耐不耐叫蒙特和夏維迪斯 調一下位 就是兩邊的主角 輪流踢兩邊的禁區笛 夏維迪斯偶然或者 有一段時間都過來偏左做主角 他過來偏左做主角 就變成可以送直線給佩蓮石插入 運用佩蓮石的速度 就不用浪費了他的速度 另一邊 這個天武雲娜送直線給蒙特插入 也是板斧來的 天武雲娜送直線比他沒球走位的 他做這件事比較好的 所以天武雲娜配蒙特就好一點 這個配蓮石也是配這個 夏維迪斯也可以 所以他們兩個主角不時調一下位 是可以做得到的 這個調整是可以多兩個板斧 進攻多元化一點 提升破密集的次數 林伯特有沒有作出我所說的調整呢 答案是沒有的 但是林伯特就想了另一個方法出來 其實也可行的 而且呢 他也是在上半場的時候 嘗試去做這件事 即是他臨場應變來說 他不算慢 他有做的 也算是早做的 林伯特在這個大概上半場 三十五至四十分鐘開始試做的 就是這個呢 他的想法就跟我類似的 不過就不是我所說的想法而已 就是他的想法就是 不是蒙特、夏維迪斯調位 而是天武雲娜和配蓮石調位 其實都大同小異的 都是蒙特配天武雲娜 夏維迪斯配這個配蓮石 差不多完上半場的時候 我都是見過的 就是這個夏維迪斯成功送直線 給配蓮石插入的 去到這個下半場 亦都見過的 就是天武雲娜送直線 給蒙特插入underlap的 多了板斧了 所以下半場其實立竿見影的 下半場一開波入波 打開紀錄了 就是這個天武雲娜在左邊送直線 這次就被這個 捷維爾overlap的 斬給銀河為一窩 你抽射就搞定 你還可以說這次是名賣名賣 但其實這個組織 是有心機落底線做的 有心機落底線做 再做多幾次 是有機會入禁區底線的 即是增加入禁區底線的機會 所以你這樣做 都是值得鼓勵的 即使你最終都是名賣名賣 而且底線的名賣名賣 是容易一些 是把握一些的 比在K角位名賣名賣把握 K角位名賣名賣 這次就很難窩裡抽射 所以車路士 能夠領先到是有原因的 而原因也包含了 林柏特 真的有做到一個好的 臨場應變 去施展車路士的 球員功能 來到這裡 林柏特都沒有什麼大錯 犯錯的是選敵 他冷靜一點 不要亂派牌 車路士可以一直領先 94分鐘 才說是被追成平手 起碼拿回一分 而且林柏特今天 臨場的調動 其實都很難挑剔 他發現狼隊 去到下半場 開始 就不停 進攻營 壓迫 賽事就變成來回高速球 所以林柏特 都是能夠作出相應的調動 就是他沒有再用5個進攻點 來回高速球要保守一點 所以他拿走一個進攻點 換一個 效率型的中場中 高華碩 他取代的就是 夏維迪斯 也就是令到 車路士的中場 運轉力好一點 速度快一點 就適合打來回高速球 而這個 阿巴咸取代銀河為一 去加速 也是適合打來回高速球 唯一可以說的 就是為什麼林柏特 沒有換足3個域 換人名額 就讓車路士去到94分鐘 就體能真是不計了 就是 真的沒有狼隊那麼好 體能 在來回高速球當中 去到94分鐘 就被對方打個反擊 而絕殺了 要作出這個批評 都幾容易 就是沒有換 第三個換人名額 但我這次又在想 可不可以這樣想呢 車路士後備值有什麼選擇 佐真奴 喂 給佐真奴來打來回高速球 還沒中牙煙 基莫亞剛剛復出了 是不是值得送來 如果他剛剛復出 換他進來 換了第三個換人名額 他傷軌了 打少了一個 是不是 最後你都可以說的 用魯迪加 出來打三中堅結構 頂上他 或者這樣會沒事 一比一到尾 但是這樣做 車路士不想贏 車路士去到最終 跟對方打的時候 都是有機會贏的嘛 你突然間轉三中堅結構 縮一個進攻點 他可能的感覺 就變成車路士不想贏 車路士呢 今季是想拿冠軍的 而且是想追趕分數的 希望把握今晚 紅白鬥 利物浦對二次失分 就上回來 所以作出一個 就是不想贏的調度 也都未必合理的 而且 一邊打下去 其實車路士呢 有機會都打反擊的嘛 只不過呢 傳送是踢中對手 改變方向 就給對方打反擊 而狼隊呢 今季呢 是沒有歐洲賽壓力的嘛 他的體能好 車路士又沒有辦法 加上車路士今天呢 又真是沒有運 原上半場之前的角球 蘇馬頂中薇 而下半場的 那個失波 普丹斯呢 那個入球其實是 射中了占士改變方向入網 都是欠一點運的 所以經過了我一個很嚴謹的考慮之後呢 我今天就選擇不批評的 我選擇不批評的 所以我覺得呢 都不需要說原諒林柏特 因為根本就不批評 不責怪 就不需要原諒林柏特的 Patreon片尾彩蛋的部分呢 再講一講回 現在兩年敗的車路士了 那對於英超冠軍的爭奪有什麼影響的呢 歡迎回到Patreon那邊 留意 如果你都想對於何榮的堅持 去作出實質性的支持的話呢 你可以加入Patreon 其實港幣40元都不用就很幫到手了 已經聽完所有YouTube可以聽的片 也都有片尾彩蛋 還有獨家的Patreon節目 包括預測和其他的節目 當然就是沒有廣告的啦 7元美金的話呢就再加上每個月兩次的專屬直播 收到賽前的陣容 再有30分鐘的直播預測 9元美金呢就直接有了精裝版的微觀昇華同步 那現在的微觀昇華同步就去到精裝版了 是會對比本周所有的賽事 去來一些更加清晰更加精闢的評論 是不會重複是蔡侯萍當中講過的論點的 是有更加多額外的 更加深層次的分析的 希望在Patreon見到大家啦 若果你是沒有信用卡的話 不要緊要你可以裝一個拍著照 即是Tap and Go的程式入手機裡面 或者八達通App入手機裡面 然後你就去便利店增值 就可以當信用卡這樣用 好啦多謝大家啦 拜拜